今天就教大家做模式Bending 其實最主要用你買些Kits回來 有時候只剩下每樣材料 然後把配搭到色的材料放一堆 把它混合,沒有浪費材料 做一些心口針,用這些貼片來做 這些Shower Plays有不同尺寸 今天想和大家示範就是做耳環 小一點,只有12的 做出來大概會是這樣 為什麼會說大概呢? 因為這個材料很輕鬆地做 總之由這一堆材料挑選出來 但待會做的那一堆材料 都是用大概這一堆材料 但位置可以有不同 就不用一堆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樣 或是Mirror pattern也不需要 因為大概看下去就會是Balance的兩邊 做這個模式Bending 我習慣這麼多年都是用2號魚絲 日本魚絲 大概用1米左右 好,視乎你想做多大 如果用冬甩的 做冬甩的 你大概預約1.5m 現在我預約了1m 首先就是要將 正中心這個洞 油脂針下面穿上來 好,在底部大概剩下1-2寸就夠了 不需要那麼多 調尾尾尾就不要剪了 然後就在這個Shower plate 這個有四層的 中間的圓心就叫做第一層 然後外面第二、第三、第四 其實第四層我們比較少用 因為第四層比較外面 幫豬加進去的時候 它會變形的 會變形的 所以我們現在先進去第二層 好,下了兩針 之後就在下面 的Plate下面就打兩個結 打一個平結 即是左踏右踏左 把魚絲 好 鎖緊它 然後這條短線記住不要剪 就把這支針放回正中心 吹回來 我通常做Moset Binding 我會把最想被人看到的材料 主角先放下 因為它尺寸通常比較大 今次我就是把這個 背殼的珠仔 花仔 放下 因為是做耳環 耳環比較細粒 我很少用軟小的 我通常用特小的 今次用三粒特小 為何會是單數呢 一是1 一是3 如果是這麼小的作品 因為3 我們可以推出這三粒特小 然後刺回背殼 進去第二層 這樣會比較穩陣 三粒特小 就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中間那粒就會突上來 好像一個三角形 如果它不是一個三角形 你也要用指甲 擠到中間那粒要突上來 這樣才會漂亮 現在一定會鬆的 然後再加一針 上來 它就會更緊 好 接著可以加其他小珠仔 那我就會加 剛才加過橙色 我們再試一次 加一粒 6mm 然後再加一粒 突小 然後呢 將粒突小推開 穿回內粒 這個呢 因為始終是圓形珠 那就可以落自己圓身出的位置 也可以 旁邊的位置也可以 試試自己出來的位置 為什麼可以去自己出來的位置呢 剛才那個 花就不行呢 因為它圓形 其實只有一點會碰到 shower plate 所以落自己的點就可以了 這樣就結實了 好 再上來 在它旁邊上來 上來的距離 就要遠一點 如果你之後想再加一粒 6mm的話 就至少預算3mm 這樣的長度 那你就不會迫著它 好 落完這個 接著又是突小 要提醒大家 因為呢 你落完粒突小 你推開這粒 接著又落 把針針穿到 coro 再落 plate 那裡 有時候 這段就會有虛尾的 魚絲 魚絲 我們怎麼做呢 大概條魚絲 拉到這個 剩下1寸 左右 右手拉起條魚絲 左手 按緊粒珠 coro 和鐵片 一起黏著 右手 就負責 垂直的拉 那條魚絲就會 保持很直 而且完全沒有虛尾 好 那第三粒 譬如 我就想在這個位置 這次在邊位 照樣 好像粒花仔 一個三角形 做法一樣 但這粒 為什麼會落在邊位呢 因為我想它凸少少出來 好 好像這樣 拉到剩下1寸 魚絲 左邊的手 就要按緊貼片 和粒coro 右手拉線 好 這樣就直了 然後到其他位置 我們要填補了 那些洞 貼片是不能被人看到的 好 今次再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可不可以下這個 這個呢 這個比較大 好像 這隻黃色 黃色花也可以的 黃色花要小心 它就不是正中心 豬孔 孔就是在旁邊 所以 你要的距離 就要闊少少 下針的時候 看著 先拿開尾巴 貼進去 量一量 大概幾闊 這個花仔 貼著它 那你就找回相應的位置 應該這個 好 好 加了下去之後 拉線 好 這個比較闊少少 因為 這樣就要再做一次 否則就不夠實正 好像有些虛位 好 來多一次 再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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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 好 這樣看 好 好 那 通常用茵仔 任何大小都好 我不喜歡平放 除非要加兩塊 兩塊的時候 就像90度角 這樣 如果只有一塊 我希望它會有一點 好 試一下 可以嗎 有時候只是試位 因為一拉緊的時候 完全跟你想像是兩回事 這個放進去 可以的 放進去後有一點不同 這裡又多了一個虛位 我們又看到貼片 又要加一點東西去填這個洞 否則別人在旁邊看你的耳環 就好像穿洞一樣 這個位置小一點 我們加一顆3mm的紫黑珠 所以什麼尺寸的小珠 都要有在手 而且形狀要不同 如果粒粒都是圓珠就不漂亮了 好,到黃色旁邊 黃色旁邊,譬如我在這裡出 試試下哪顆 好,我們量一量位置 看看有沒有OK 這個 這個 一般的,不要 算我第二顆 好,第二顆 譬如我放這顆小花 好,試一試位置 現在 做模式bending最好 就沒有任何規則 你覺得搭配到色 搭配到就可以了 那就不要浪費剩下的材料 好,上面 上面我又放這個 也是3mm 紫黑玻璃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它有點蒙的 不是真的白色的 好,記住做法就是 右手拉直條魚絲 左手就要拖著金屬片 還有按緊 現在那顆小花 右手是負責拉線 要拉到直 不要讓它又彎 好像整條魷魚一樣 好,接著就上來了 現在應該 我們想填一填色 就是這個下半部 我試一下從這裡上去 好,這個位置 這個剛剛穿了 剛才的小花 不行 先穿進去 好,第二個位置 好,第二個位置 我試下一個粉紅色 跟粉紅色花 很搭配 這個呢 放在這裡 看看會怎樣 有時候不是粒粒都需要 下一個突小 因為你不下一個突小的時候 那顆小珠 如果是圓珠 它就會是打質的 不同感覺 好,現在是這樣的 OK 好,看看還需不需要下 這邊了 這邊比較刺激 好,讓它們的小珠 全部實一點 再下兩針 好 接著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不如下顆淡水珍珠 下顆小一點 淡水珍珠 真的要用針 因為實在太幼了 未必穿得很順暢 好的 這裡 穿下去 看看會怎樣 OK啦 整件作品好像很豐富 是不是呢? 那我們到最後 這裡也可以 可以多加一顆 加上這顆就應該可以了 再加上這顆 再加一顆 再加一顆 三顆 最好是用來攝位 記住一定有些小顆的小珠 預備定 好,攝它進去 OK 有時候要移一下位 看看怎樣 好 好 要全部都穩穩 穩穩 站在這裡 好,如果覺得誰不穩 再來多一次 幫它穿多一次 因為有時候天然石的孔 它開得比較大 好,這樣 然後到最後 我們就要把這條有針的線 走兩步 跟那個線尾 另外那邊的線尾 比較接近位置 因為我們要跟它打結 好 所以說剛才不要剪了 這條尾 要剩下 兩吋 我們打三個結 如果你覺得不穩 你可以滴白膠漿 在它們的結 那裡 然後就可以剪 剪的時候 剩下大概半個CN 當然不要凸出來 因為待會有一個蓋子 蓋住它 如果蓋住還看到魚絲 就不要看了 好,我們拿回 好了 我們已經埋了口 滴白膠漿 然後拿回耳環的部分 這個不是穿的 是夾的 那視乎你自己喜歡 不同的部分 好了 至於我們想怎樣放 那就是你自己決定 正面的時候 有時候每次做出來都有點不同 這個 我就比較喜歡 這樣 因為我想讓大家看到 小花多點 放進去之後 拿回平鉗 蟹回四點 當然不要夾到小豬 要小心一點 另外有件事 提醒大家 剛才漏了 就是我們做這個模式編定 就是用日本魚絲2號線 拿一支12號針 穿豬仔12號針 做stitching那一支 把這個針 穿上去之前 你未必會穿到的 所以 因為它比較圓 就把之前魚絲 大概半CM夾到它 然後就放進去 拉一點點出來 就夠了 不需要打結 它原本這樣 其實後面是比較粗 所以它就會卡住了 你就可以這樣穿下去了 至於拿走的時候 記住 把前面後面 魚絲 在針前後也好 拉低 然後再拔出來 針就可以再用 不要浪費了 再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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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拔來 掌握 一步 就有 一步 好像 一步 突然 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